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最近新北市各里进行里环境认证竞赛 不然发现许多里都有了美化再进化的空间 来看金山地区两湖里 虽然位在山区里面幅员比较广大 但是里长都会亲自带领志工朋友们 定期维护里内的清洁绿美化工作 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 今年还有气石花台的落成 不仅美观又兼顾到了所谓生态自然的环境 近来市府环保局开始于各区各里进行里环境认证考察 而比较去年与今年的里环境 不能发现许多的里都有了美化再进化的进步 新山区两湖里虽然位于山区幅员广大 不过里长带领着志工们定期维护里内清洁绿美化 今年还有气石的花台落成 美观又兼顾生态 因为我们山上都樱花树 都做好几百库 对啊对啊 我们这边到樱花盛开的时候都很漂亮 游客也很多啊都到这边来玩啊 所以要把路边弄漂亮一点 对对对对 花台的部分是用石头不是用水泥的 有考虑到自然生态的 对啊 出海生态比较漂亮啊 山区的道路虽然不比市区 拥有较多的民众关注 两湖里长与志工们依旧没有松懈的 种植绿美化花会以及植栽 也运用小巧思将水手可得的牛奶瓶 制作成花器 活化之收物也让山间小道旁的博侃多了绿意 更活泼了许多 下面这个是那个仙丹啊 仙丹啊 都是我们那个助公 他们来帮忙来种的 对啊 这个是在地的自己 平均区 自己那里 自己 育苗 育苗 育苗下来 都在地上 对啊 啊上面那边土地公庙 是土地公庙吗 对啊 上面那个土地公庙 那个是种那个科威女症 以后那个道路 它长大了 我们都修剪一排 整排这样啊 比较漂亮 里长表示 仰赖志工们的耐心与巧手 将幅员广大的两湖里 打造的有声有色 路边的美化植栽 成仙单道扩页女症 全都由志工自发照顾 而气实的生态花台 不只是照顾生态 一颗颗的大石堆叠 也与山间道路风貌相容 借此也可以凸显山区 大理的自然特色与风格 记者有廖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